北京时间2021年9月16日8时56分 神舟12号载人飞船 成功与我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分离 并于第二天13时在我国东风着陆场降落 航天员聂海盛 刘伯明和汤鸿波安全返回 这三名宇航员已经在空间站工作生活了90天 抓新了我国载人航天飞行最久处留时间 那么神舟12号成功返回意味着什么呢 航天员在返回后又需要注意些什么 神舟12号的此次任务 是为了验证我国空间站关键技术是否完善 同时也是空间站实验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 航天员一共需要完成四项任务 一是开展核心舱组合体的日常管理 包括天河核心舱载轨测试 机械臂测试与操作训练 以及物资与废弃物管理 再生生保系统验证等 二是执行两次出舱任务 两位宇航员会借助于机械臂在太空行走 时间总共是12个小时 在出舱的一段时间里 宇航员也会在舱外安装设备 对空间站进行测试 三是开展科学技术试验 必用我国空间站完成空间应用和航天医学等方面的试验 四是积累航天员长期外空生活经验 航天员除了完成实验任务外 还需要定期监测 维持与评估自身健康状态 同时三位宇航员此次 也是首次进入我国天和核心舱 标志着中国首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 在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任务后 神舟12号进入返回阶段 飞船返回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制动减速阶段 飞船需要降低自身飞行速度 使自己脱离目前的飞行轨道 保持飞船逐渐下降 紧接着进入自由滑行阶段 飞船先以无动力状态自由下降 再降至距离地面140千米时 随后返回舱会和推进舱分离 在这一阶段 返回舱的飞行角度会因两舱分离而产生波动 如果角度太大 那么返回舱在进入大气层时 会以人体无法承受的高速降落 严重的话返回舱甚至会燃烧爆炸 而如果角度太小 返回舱又无法进入大气层 因此在这一阶段 返回舱的速度方向 与当地水平面的夹角 必须精确在1.5度至1.7度之间 否则宇航员将无法安全返回 第三阶段是再入大气层阶段 同样也是很危险的一个阶段 距离地面100千米时 返回舱会以7.9千米每秒的 超高速度进入大气层 在剧烈的摩擦中 返回舱外壳会起火 并产生等离子气体层 舱内与外界的通讯信号 会在此时中断 为了应对环境的剧烈变化 神舟12号飞船 加装了最新的温度调节系统 内置有温控阀 自锁阀 自控阀 过滤器 加排服务阀 快速断接器等多种类产品 等到距离地球约40千米处时 返回舱的通讯逐渐恢复正常 最后一个阶段是回收着陆阶段 在距离地面仅有10千米时 返回舱会立即打开引导伞 确定降落方向 随后再开启减速伞 将返回舱的速度降至60米每秒左右 此时已经很接近地面 返回舱会立马拉开牵引伞和主降落伞 将速度锐减至5米每秒左右 直到距离地面仅1米时 返回舱内的4台反推发动机将会点火 在返方向的推动下 返回舱将以3米每秒的速度软着陆 为了确保这一阶段的安全 神舟12号返回舱的底部 加装有我国自主研制的伽马高度计 伽马高度计发出的射线 具有穿透地表植被的能力 可以精确测量出返回舱底部距离地面的高度 并能判断出最佳点火时机 这也让宇航员的生命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同时为了更快判断出神舟12号的降落位置 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飞行员出舱 中国航天科工2月23所 研制出了最新无缘定位雷达 能够时刻监测飞船的降落状态 探测精度也从公里级提升到了百米级 大大提升了搜救效率 现在我国三名宇航员已经成功返航 那么在回来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三名宇航员已经在太空生活了90天 虽然在太空期间 宇航员们都保持了健康的生活状态 但长期失众的情况下 宇航员的免疫力会发生变化 根据人类航空史 航天员在返回到地球后 会出现血管功能障碍 免疫功能下降 肌肉萎缩 内耳平衡器官损伤 和骨质疏松等病症 为此航天员在出舱后 会接受一系列细致科学的医学检查 除了生理上会引发疾病 航天员的心理健康 也是格外需要注意的点 由于长期处在狭小的空间内 四周是一片未知的宇宙 宇航员在如此陌生且危险的环境下 还要完成各项任务 这对一个人的心理是极大的考验 因此宇航员们 还需要经历数月的恢复疗养期 在这里 中心祝愿三位宇航员 能早日恢复健康 迎来新的生活 此次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已经圆满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已经正式进入 实现长期载人航天三步走的最后阶段 聂海胜 刘伯明和汤鸿波 三位宇航员 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也向三位伟大的宇航员致敬 他的同时也向三位伟大的宇航尔